由美东中文学校主办的海外华文教师研习会 今年一共有30位中文老师参加 与来自台湾的两位总指讲师 师大华文华语文副教授陈丽宇 以及屏东教育大学的幼教系副教授陈仁傅 互相来互动学习 在盛大的节业典礼上 他们又创又演的快乐地展示他们的研习成果 那乔务委员会主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我们办这种所谓华文教师的这个部分 最主要是一个希望我们海外的这些老师 不管你在主流或者在乔校 那他们都能够用这个最先进的 最能够让这小孩子能够吸引小孩子 这样的一种教学的方法 让这些小孩子培养他们的兴趣 希望就是说这种乔教的工作 特别是华语文这种工作 文化的这种传承的部分 能够在海外要能够扎根 要让他能够这个生根 让他们成长让他们茁壮 特别在海外里面能够开花结果 让下一代的人都能够来学习 所以台湾文化 还有传统的中华文化 好 两天的研习会圆满落幕 陈立宇以及陈仁富两位讲师 跟30位老师拍大合照来留念 随后也颁发了结业证书 那么最后的压轴节目 老师们坟墨登场展现研习成果 希望未来在课堂里面 能够运用活泼的方式 来启发下一代学中文的兴趣 而乔委会网站上面 也提供许多中文教学资源 欢迎老师跟家长多多来利用